看着这副景象 叶灵二哥哥笑了起来 笑声有如银铃般在青州的秋园内回荡着 只是旁边那人却未笑出声 只是静静欣赏地看着他 一个人甘笑无趣 叶灵二微窘收住了笑声 王十三郎养伤的这十几日内 他尾时收敛了自己洒脱嚣张的性子 显得格外的安宁 没料到最后还是让范贤破了弓 他不知道这一幕落在那个男子的眼中 会不会让他觉得自己太过尖酸 心上顿时闪过无数的心思 眼眸里的情绪复杂无比 王十三郎的心情其实有些紧张 但他面上却遮掩得极好 望着叶灵二说道 在下王熙 曾有名铁像 乃东夷城剑炉十三图 这些日子 多亏王妃照料 感激不激 叶灵二不曾想到对方会忽然开口 而且会说得如此认真 心里危乱 平息心神 回了一礼 淡然说道 王大人客气了 以官位称呼对方 在叶灵二看来要轻松自然许多 但他只是不明白 已经相处十数日 隆共加起来也不过说了十几句话 为什么对方偏在此时 要如此认真地道谢呢 难道他真的准备离府 还是说其实这一切只是一场梦呢 叶灵二在心里悠悠叹息了一声 如果换成一般女子 或许在此时会因为心头的这一抹优异 而选择离开 但叶灵二毕竟就是叶灵二 她不会绣花 只会舞刀弄枪 她虽是一位寡妇 却依然像十来岁时一样 也丫头劲十足 她紧紧地盯着王十三郎的眼睛 说道 有话就直说 哪里应得着自报家门啊 看你行事也是个直爽人 莫学范贤那般啰嗦虚伪 王十三郎微微一正 半赏后认真说道 小藩大人说 什么都是弹出来的 叶灵二一正 明白了一些意思 呼觉一阵秋风吹来 浮上脸颊时 却没有丝毫肃杀之意 只是那百般的温柔 王十三郎与叶灵二的事情 并没有如范贤想象的那般 经自己一挑之后 便金风玉露一相逢 盛却人间无数 干柴烈火一相遇 如黄河泛滥般不可收拾 反而出乎她的意料 这一对年轻男女 依然是那般相持以礼 隔时镜相坐 只是偶尔会多说上两句 说来也奇妙 王十三郎和叶灵二的性情 都是属于世间一流人物 尤其是叶灵二自幼生长 在草原边缘 叫出京都的小姐们 要开朗许多 只是一旦涉及个情字 又因为前年京都那场惨事 以及十三郎的身份 两个人都有一些沉默 将这一切看在眼里 范贤的心里也不着急 反正人世间的事总是千模百样 不可能要求所有有情男女 都像自己一样 爬墙翻窗棉花般 急不可耐 而且她也没有时间 去关注这些美好的东西 因为在西凉路 那些不美好的事情 还需要她领头处理 时间很快进入到深秋之末 寒冬之初 兼禅院八大处齐聚定州城 草原上八方部落齐聚王庭一世 庆国一场狠辣的 斩断了草原伸出来的手 以及北齐伸向草原的那只手 冷眼看着草原上的局势 日渐不堪起来 苦和大师临终前 在草原上布下的手 与北齐小皇帝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 越过北海 穿过荒漠 摸过南庆国境的那只手 在西凉路与草原的接壤处 轻轻握了一下 只不过握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便让南庆朝廷备受考验 边关异常吃紧 国库 军力 精神 都被迫滞留在西方 而缓了对于真正大敌北齐的压迫 而在皇帝的主持之下 兼禅院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准备 范贤亲自领队 终于在庆历九年的深秋寒冬 将这两只握在一起的手斩断 草原上的局势 或许在铲鱼 肃毙达和海棠的控制下 不会败坏到难以收拾的程度 但北齐小皇帝 还想在西凉路搞山搞水 只怕没有那么容易了 而且范贤在草原上 也布下了自己的势力 待明年春暖花开时 便要开始收获果实 最后确认了各项布置的落实 核实了作战的效果之后 范贤终于从繁忙至极的怨务中摆脱出来 开始准备回京 王十三郎不会随着他回京 一是伤势还未好 二是沿途 范贤也不想让他与影子多有接触 散来叶灵二回京过年 还要再晚大半个月 让这两个人多在一起待一会儿 总是好的 范贤决定了的事情便极少改变 他既然决定帮助叶灵二和王十三郎在一起 自然有自己的把握 回京后 在解决大皇子家事之余 只怕也要去疏密院向那位叶大将军提亲了 当然这事首先还是要皇帝陛下点头 庆历九年冬月十五日 监察院结束了在西凉路的行动 提斯大人经由定州踏上了回京的道路 在定州雄城之外 前来相送的官员将军无数 密密麻麻的排了两列 西凉路总督与大将军李鸿成 与范贤并排站着 略说了几句官面上的话 便结束了此番谈话 最末时 李鸿成深深地望了范贤一眼 范贤知晓他的意思 也没有硬话 只是轻声说道 我在京都等你 车队启程 在定州城前方驶上官道 范贤下意识里回头望去 没有将目光停住在那些定州城 军政双方的官员身上 而是抬起头来 看着定州城门上的那一排木架子 整整一排木架子 定在定州城的城门上方 每一个树架上都吊着一具尸首 此次行动一共处死了四十几名奸细 这些奸细死后依然无法安身 被高高地悬在城门之上 任由秋风吹拂 秋日暴晒 有些最早被悬上的尸首 已经腐烂得差不多了 连臀里的恶鸟都不愿再去啄食 露出下方隐约可见的白骨 尸首上的衣衫更是破烂不堪 带着用刑之后的乌黑血迹 一长排尸首 就在城门上随风缓缓摇摆着 透着一股恐怖和血腥的味道 迎接着每一位从中原来到的人 用这种可怕的景象警告着天底下的所有人 范贤眯了眯眼睛 将头从窗外收了回来 悬挂尸首这种事情 在心理战上自有其作用 至少北齐小皇帝以后再派过来的奸细 会先天生出一些恐惧感 只是中原作战 因为千年已降的道德仁义制衡 杀福之势极少 至于侮辱尸体这种做法 更是没有见过 但是定州城不是中原 这里是中原与西湖交战的要害之地 双方厮杀千年 更残酷的事情也曾经做过 范贤对于这些奸细也没有什么同情心 因为从定州往青州沿途所建 已经让他明白了 战事一开 尤其是民族之间的绵延仇恨 根本不可能是仁义道德能解决的问题 就说那些被悬挂在城门上的数十具尸首 至少让沁国付出了上千平民百姓的死亡 更加让范贤感到冷酷的是 这些人并不是胡人 而是与沁国人同源同种同祖的北齐人 至于草原与中原之间的仇恨 自己这一代人没有本事和平解决 那就留给更有智慧的后辈们吧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